草莓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 很多人吃过草莓 但并不知道草莓是如何种植出来的 今天这个视频带你了解西班牙农场是如何种植草莓的 西班牙农场使用的是一套高端的空中种植技术 相比传统的草莓种植技术 更加智能化科技化 当然效率更高 草莓从种植到采摘全部采用智能化机器 整个农场就像一个科技工厂 种植的每一排草莓就是一条生产线 按照机器的控制流程进行生产 在这个智能化程度很高的温室大棚里面 安装有一排一排的草莓种植生产线 草莓羊苗就被栽种在生产线上的培养土里面 为了提高种植空间 生产线通过自动控制能实现上下移动 看上去草莓就像种植在空中一样 同时为了有更加合适的光照和通风 温室大棚里面安装有计算机控制系统 光传感器 排风系统等 当达到条件时 自动启动风扇和遮光布 以维持草莓生长需要的理想小气候条件 种植生产线上还安装有营养液输送管和排水管 将营养液自动输送到每一条种植生产线 多余的溶液会通过排水管收集起来进行重复使用 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产量和质量 等到采摘的时候 传统的方式就是手工采摘 但这里采用最先进的智能机器人进行采摘 机器人看起来十分霸气 设定好采摘程序 机器人就能在温室大棚里进行不间断的草莓采摘工作 为了确定草莓是否成熟 机器人上面安装有扫描分析装置 通过对草莓进行扫描分析 能够精准地确定成熟的草莓 并且将信息反馈给机械臂 由机械臂上的剪刀将草莓剪下来 投放到机械臂下方的箱子里面 十分高效快捷 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一个人 机器人一天的采摘量能顶20个人 一天的采摘量 不得不说这种采摘方式效率相当高 从西班牙草莓空中种植技术这个案例中 不仅让我们见识到了科技能业 智慧营业的魅力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思考 第一点 在劳动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传统水果种植模式 已经不太适应市场环境了 要尽早地向工厂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以此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提高产量和质量 第二点 希望更多的互联网企业 能够将资金投向农业机械的研发和制造 以此来推动中国农业向机械化、智能化 甚至是无人化发展 为中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